另外北北基申请入学改分发也在今天放榜了 而这一次由于学生选田志愿比较保守 所以几个明星高中并没有出现先前 外界很担心的会有大规模的迁移桥 反倒是这次社区高中变得很抢手 不过二次基测增额录取也势必冲击到了私校的招生 所以台北市交易局就说了 等到第二次基测分发作业结束之后 如果私校还有缺额的话 会协助招生或者是转型 北北基申请入学改分发 有2652人成功分发 而在19号10点钟放榜 但这一次改分发还是有像世大附中等明星学校 有缺额却没人申请 反而是社区高中受到青睐 中山女高 松山高中和政大附中等超级热门 也并未出现外界忧心的大规模迁移桥 前面12个学校都没有高分低旧的情形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次明星高中 登记人不多很重要的原因 由于前几名志愿没有高分低旧的情况 加上社区高中在考生考量交通和学校特色下 所以前一朝并不明显 至于二次基测决定真额录取442个名额 私立高中只很担心 后续将招不到学生 光是北市新北市就已经短少400个名额 部分的私校更希望教育局能够实质提供 学杂费补助 是否补助学杂费 教育局还要研究 不过在二次基测分发作业全部结束后 若私校仍有缺额 教育局会协助二次招生 另外因应少子化教育局也计划研理 协助私校减班或辅导 不拘发展性的科系进行转型 介绍陈伯玉 台北卧道